万家灯火人月双元时 各大电视台的中秋晚会也轮番登场 比起各路专业歌手 正在好事成双戏中经历婚姻变故的张小斐 却在央视中秋晚会上呈现出岁月静好的一面 而他身穿的一袭云锦长裙 以毫无意外地成为了焦点 记者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到 这件礼服名为以梦为马 由南京云锦博物馆与高端女装品牌RES联手打造 云锦产于南京有1600多年的历史 以其锦面灿若云霞而得名 在古代丝织物中 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 历来有寸锦寸金之称 由于南京一人发明挖花工艺 解决了同一猥亵亦彩亦色问题 且现代只有南京生产 故通常称为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赎锦 苏州的宋锦 广西的壮锦并称中国四大民锦 列中国四大民锦之首 以梦为马礼服耗时近一百天 全身由飞移云锦打造 并结合数千余颗钉珠 88万针手工刺绣 达成一马逐梦 半月而飞的璀璨图景 带来中秋团圆的美好祝愿 记者了解到 为了呈现设计稿中 山脉云霞飞马发散渐变的色彩效果 亦将绘制部分采用了少见的拟点技法 以点状结构绘制图稿 力求云锦工艺与文样效果能达到最高程度柔和 面料共使用了13种定制染色的桑蚕丝线 及一种金线 大面积 多色装花 呈现出梦幻且具有蓬勃生命力的画面效果 主体飞马则采用织金勾勒 凸显云锦华美的艺术风格 南京云锦博物馆共图